是解不等是x-1的绝对值小于等于2x加1的绝对值 好,那如果我们直接去掉绝对值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会把整个数线分成三段 所以呢,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麻烦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,我们就利用另外一个特性 好,那因为去掉绝对值,如果是正的,去掉就是正的 如果是负的,去掉就要再加上一个负号 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数平方 不管它是正的还是负的,它们都会是变成正的 所以我现在呢,帮我们的不等式呢,把它平方 所以就可以得到x-1的平方会小于等于2x加1的平方 好,那我们呢,把它整理开来 x平方-2x加1小于等于4x平方加4x加1 好,那我们呢,两边都减掉x平方 就可以得到3x平方 好,那两边呢,再加上2x,所以再加上6x 好,那这边呢,两边都减掉1就没有了 所以这一整个数呢,就会大于等于0 好,那我们取出公因数3x 好,所以3x乘上x加2大于等于0 好,所以我们的x呢,就会大于0 或者x就会小于等于-2 gard questio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行 这个 Nach